由于卡努颱风非常有可能侵袭台湾北部地区 市长谢国良也特地在中正区模范父亲 极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中 提醒市民好朋友做好防台准备 附近卡努颱风我相信大家的作息 也都稍微的要去做一些调整 今天下午除了李林会议以外 三点钟也要跟行政院有一个视讯 对于台湾的防台防灾进行努力 父亲且前夕中正区在中正区公所大礼堂 举行112年模范父亲 继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志伟 市议员蓝敏黄张浩瀚许瑞慈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市议员 都亲自出席参加 市议员吕美玲以及陈明健 则分别指派服务处人员出席 恭贺27位分别由中正区各礼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和19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特别用国台语双声 感谢中正区各礼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对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我们各位我最敬爱的中正区的里长 各位最大的我们的爸爸们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所有的今天来参与的各位贵宾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市长好 很荣幸也很开心 能够跟中正区最伟大的爸爸们 欢庆我们的父亲节快乐 在这边还是感谢所有的爸爸们 您的辛苦 把小爱爸爸最清楚 所以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也非常的感谢 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们 感谢你们在中正区 立下了良好的示范 我们会永远的感激永远的感谢 最后祝大会圆满出力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机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同样用国台语发声 并且借用星云大师说过的话 感谢受表扬的模范父亲 和好人好事代表 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 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模范父亲 也给谢市长一个掌声 所以我最后要跟大家说 其实今天的主角 是我们在座个里的模范父亲 拜托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 把爸爸都给他庆祝一下 非常感谢每一个父亲 在照顾每一个家庭 我们中正区的代表 今天有一个模范父亲 姜铁良先生 97岁 还在为地方奉献 跟我一身水晶这样好不好 这让我想起这个星云大师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欢喜 给人方便 我们向各位学习 也希望未来我们共同成为 引领基隆幸福的前进力量 创造幸福 守护幸福 延续幸福 一代一代 传承我们基隆善的循环 再次感谢我们在座的 模范父亲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你们都是基层 林里最美的风景 中正区以你们而伟大 基隆以你们而动人 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在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眷 等人陪同下 一起和市长 议长以及议员们 何以留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